Hello,这里是Dyler,欢迎收看我的影片 上一期的装备制作影片中 有观众里人说想学习做召唤头 那这次就来分享入门版和进阶版的加三召唤头的制作过程 让我们马上开始制作吧 第一步,准备一个物品等级86以上的速捷或真实换骨头盔 那如果市面上很贵的话,可以随意找一点没有视力的点金 再点一颗视力崇高,然后到花园里面转视力 让它变成速捷或真实基底 第二步,准备另一个速捷或真实头盔 那这边就看你的幻骨头抽到哪个视力而定 然后就用幻醒玉把它们连起来 记得先点烂基底,然后点幻骨头盔 这样你就会获得一个带有尊痴和塑界基底的幻骨头 在这之后就会分入门版和进阶版的做法 入门版第三步 用增负助心仪放入整域化石和寒风化石来点头盔 目标是点出加三召唤物等级 二十等的召唤物伤害以及机动辅助 第四步,如果点出来失控一个后缀 那就去工艺台上你缺的抗性 如果很幸运的失控两后一千的话 就上复苏工艺、抗性以及加一最大的召唤骷髅僵尸 简单四步就完成了入门版的加三召唤头 接下来是进阶版的做法 进阶版第三步 用增负助心仪放入整域化石和神圣化石 然后点头盔 目标是点出加三召唤物等级 二十等的召唤物伤害和召唤物生命 第四步 去工艺台锁前 然后找花园的更多冰冷吸 有二十三%的几率出现几栋 那这边可以多洗几次来拼出T1的机动 第五步 去工艺台上你缺的抗性 进阶版也只是需要五步就能完成 比起入门版多了召唤物生命 以及可以确保洗出T1的机动 那要做哪个版本就交给观众自行选择了 如果还有什么装备 想要学习制作方法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都会尽量录这种简易的步骤教学影片 最后 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不妨留言 赞好以及订阅 这样才不会错过日后更多精彩的内容哦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戴儿 我们下次见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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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